Can you feel the light above me Even on that day Can you feel it beside me Buzzle emotion with me 能夠味道很激烈 Even when the stars shine When a new day is upon me Hopin' you wanna walk away Walk away Walk away Pretty eyes You'll simply smile the way Buzzle emotion with me 這就是我們本次入住的住宿 Wide Story 實際到的時候才發現 它其實是一間Share House 空間空間 如果你們所見大廳真的很美 白天超級像韓系咖啡廳 進入到房間後 整體空間OK大 我們住的這間有獨立衛浴 但如果你住的是單人房間 就要用公共衛浴囉 雙人床很像水床 非常的軟 有點睡不習慣 遮起來的這 應該不是造型 而是要打掉上面殘破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獨立的公共區 在空間利用上來說 還算充裕 衛浴也很大間 但地板有點不平 高低差有點明顯 大家要注意喔 第一站呢 我們直接來民洞 然後民洞呢 我們是打算先來換錢 然後跟吃飯 那我後面這一間的大使館呢 就是據說是 相對來說 匯率比較好的換錢所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進去 今天台幣41.9 進去之後呢 就要給它護照呢 然後它會提供一個 新日匯率的這樣子一個單子給你們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欸 今天的匯率是多少 然後它就會直接換線給你 這個起司玉米 等一下上下桌 韓國一定要買他們的草莓 我之前目前吃過最好吃的草莓 不是在日本 是在韓國 我之前在補丹買的韓國說 又大顆然後又錢 超大唇台 一萬塊韓幣 大概兩百多台幣 直接入手 我買了韓國超紅的 棉花糖冰淇淋 然後我這個是 焦糖起司蛋糕口味 它外面就真的是非常軟綿的 棉花糖 有點焦化這樣 焦糖冰淇淋很好吃 很想問它是什麼牌子 但是這個要價八千台 就是小貴 就不難吃不雷 所以你喜歡吃冰品甜點 我就可以買 阿如果你還好 我覺得就 不用花這個錢 吃完飯之後 當然是進入我的購物行程 第一站呢 就是也來到了明洞 A-Second 那這一間那其實是 例如三星集團 十下的一間 不是品牌 那其實它是韓國的 本土的 筷子上品牌 他們最會放的時候 其實有跟GD 出過一點名款 我一直很想找一條 像這樣吃的 它很煩的 牛仔褲 然後要吃這種 隨意的牽紋 所以呢 這是我今天的目標 就要分享到 看到今天這個 我覺得這個顏色 還符合我的需求 試試看呢 我們經過的這間 超有名的 它這應該是快產店 還是專售店 它有超多口味 這是提拉米蘇口味 這是提拉米蘇口味 這是Oreo的 來試試看 各位觀眾 這竟然很有質感 金額大概是十萬出頭 這包裝很好看 有點滴滴感 它是這種軟皮的面料 它很好摸 而且它重一點 它整個包體 超級輕 然後裡面呢 尺寸超大 很能裝 背帶的話也是 特調節式的 然後基本上 你可以這樣背 這樣背 或者是 你就是把它拉躺的 然後就可以鞋背 我現在是有點 只有拉一點點吃飯這樣 就是鞋背的話就是這樣子 它這邊呢 很有質感 它是用磁吸扣 型很好看 我覺得男生女生 是可以買一顆 可以共同背 是很中性的一個寶寶 然後呢 而且它帶來這間Alan 它其實是一間韓國的 算是選物品牌店嗎 它主要是一些韓國的 就是小動的設計師品牌 然後集結了一間店 然後呢 就男後的生活小物啊 然後男裝女裝 所以在這邊呢 其實可以買到 非常多韓國小動的設計師品牌 如果也是喜歡去 挖掘好的品牌 或者是 不想再變重生的話 很推薦可以來這邊 接下來呢 就是來到Alan的招牌 他們的A字刺繡系列的就是 帽子跟大學衫 對於所有A字系列的東西 我都覺得 我應該要擁有一件 那我就挑一挑 好 日子 定規畫呢 issenschaft 策刺 策刺 約10點半 然後又沒想到洪大附近找一間咖啡廳 但現在呢 因為我們到達洪大附近 現在已經10點15分 因為本來找這間叫做 應該是你來的 GOLTA PAFFEE 看他們NEVER上面的居家好像是蠻好的 因為我們到這邊的時間有點晚 然後它是內用區 所以我們怕就是來不及 希望等一下下午我有空的話可以過來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先轉站去洪大那邊 先把地方走 今天到了我今天要剪頭髮的地方 二樓的ADER 那這間呢 它是有專門剪男生頭髮的 而且是少數看了這麼多間 就是有在剪男生短髮的 因為韓國男生的頭髮其實都 我不知道是因為受韓劇影響 但他們頭髮其實男生都偏長 然後也比較多擅長都是韓系的那種燙髮 但我只是想剪比較乾淨俐落的短髮 後來找了一下就是這間ADER 它是在剪男生頭髮上面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今天就來這邊體驗 所以我們現在進來了 然後我們今天先的ADER 進來之後整體的風格 就是走出我們比較白色白灰色的 一個簡約的風格 然後在裡面非常的安靜 然後進來之後呢 就是在櫃台 就是跟他講說你有座預約之類的 確認好訓示之後 他就讓進來的下巴去等好 那這邊他就好像是採取就是 一人一間獨立是一堆的服務 所以呢我現在要等我的設計師 等一下來協助我 因為我剛剛看他們後面那一區 其實還有一些做美甲光料的相關的服務下面 就會看一下他這邊是一個比較偏 複合形式的一個美容室這樣子 好 期待今天的剪髮經驗 希望是好的 其實他們也有什麼幫我剪 就是他只有稍微把一些就是 比較亂的或是突突的毛流就剪掉 因為我預約的時候我是預約就是 肩膀真的很燙 蝴蝶湯 因為他可能想說我要燙 所以他就沒什麼幫我剪 蝴蝶湯就是 韓國西夫 每個人的男生都一定會做 然後他們在網路上有一個稱號叫做 韓國縮頭術 其實我台灣人做過類似的 就單單湯做並角 可能就2000左右 然後我這次來呢 的方案大概就是 剪頭髮然後加湯頭髮大概2000左右台湯 然後我剛剛有在洗頭的過程 我就跟你說他也沒有洗的就是很粗暴 所以也是溫柔 但是就真的是水過去 然後洗髮精補兩下 就會跟台灣的就是 會問說NH要加強嗎 或是幫你多按摩這個 有一點蠻大的落差的 可能就只能期待等一下 就是剪完之後整體的效果 我剪完了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剪完了養服 個人小小總結一下心得 韓國真的就是 我覺得他們厲害的時候去造型 因為其實他在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沒有剪什麼東西 包括他在整理我的頭髮 所以我都覺得 欸好像還好 但是他真的到最後一部就是 上造型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真的是看出髮型的差異 因為我來之前 他有請我提供reference給他 然後我那時候給的呢 是虎寶劍的一個捲髮的造型 他說他到時候可以follow這個reference來剪 但我們倒是想說 他其實還是按照他剪的 他想剪的去剪 那最後他還是有跟我講說 還是要根據就是 實際看到人頭髮的狀況去做調整 雖然沒有follow那個reference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 他造型下來的是OK 這東西真的就是當下做好看 你回去洗完頭之後 你自己整理 可能沒有辦法整理出一樣的造型 因為他有跟我講說就是 那你的白天 你可能要花一些時間整理的頭髮 這樣子 最後還是有給我一些 整理頭髮的tips這樣子 那也有跟我講說 那他在整理這個頭髮的時候 他的一些心得 例如說 原本的毛瘤啊 是怎麼樣的 那他讓毛瘤現在是順下來的 然後包括另外他有跟我講說 他後面的讓他的那個層次呢 其實是 現在是變成直立的 因為之前可能有點弱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瀏海的部分 那他有跟我講說 我這臉有點燙貼 他其實這次沒有幫我做到非常的貼 因為他有講到 我圈部比較高 如果說他貼進去的話 會讓我的臉線非常的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他就是有保留一點膨度 沒有做到非常非常的貼 他們都是有一些 他們自己的 對於造型上面的一些 專業的想法跟簡易 所以我覺得其實 整體體驗下來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遇的這個設計師 他叫Dormail 男生如果想要來韓國檢討吧 我覺得宏大這件Ader 可以考慮 好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吃 午餐囉 我們現在來實測 這個網路上大家說 很好喝的喝法 這個牌子之前 靖騰有推過 我們買這個 這個口味是姜桃馬七朵 然後配上這個 原味的香蕉牛奶 冰塊杯 OK 單喝一下這個 嗯 好喝耶 但是偏甜啦 嗯 它很甜 到底好不好喝呢 因為其實這個原本 就已經超甜 然後那個香蕉牛奶 本身也很甜 這就是造的IG上面的爆紅喝法 香蕉牛奶配焦糖馬七朵 我去買他們牌子 是個奇妙的味道 就是它是變成有香蕉味道 不會暖和 但是 可是它的咖啡味整個被改 對啊 這是飲料 午餐來吃這間 號稱宏大CP值最高的韓式烤肉店 連續三年霸佔宏大人最愛的烤肉店 主打的就是以平時的價格 就能吃到高品質的韓豬 以及桌邊烤肉服務 溫體豬真的有夠限電 而且完全沒有豬腥味 真的是讚讚讚 標準的韓式吃法 好吃嗎 有豬腥味嗎 有豬腥味 好我們現在要來A Playground 然後這一間呢 CP值很高 然後只要花一點小時 就可以買到藝術的店 風格蠻大的 然後其實主要我的客人 應該也是 你覺得我的風格是比較年輕一點 然後比較偏大學生 然後價錢應該也是比較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去觀觀看吧 這間 兩萬三千九百萬 而且它的料子是這種 滑滑的 感覺很涼 就是你在夏天也可以穿這種 覺得很重的 但是它就夾兩千 他們款式就非常年輕 都是這種棒球玩套啊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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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既然要體驗韓國日常怎麼能夠錯過他們的咖啡文化呢? 這間咖啡廳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韓系的空間結合日式的狀況 精密又有氛圍感 點了一杯膠牌維也納咖啡 看看這鬆軟綿密的鮮奶油是不是像一朵雲 超Q 實際一喝也被滿滿的驚艷到 微甜的雲朵奶油搭配偏酸苦的黑咖啡 兩種截然不同的風味交之刺激味蕾 讓人越喝越上癮 相較之下司康的表現就比較一般 離開了咖啡店來到了這間有五層樓高的A-Land 不同於第一天的明洞店 這裡除了男女裝跟生活雜物外 還囊括了品牌咖啡廳以及五樓整層的Outlet 想要挖寶獨一不二設置服飾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囉 如果想體驗正式感的韓系時尚 Musinsa Standard 絕對是首選之一 店內除了自由品牌外 也有領悟其他的韓國時尚品牌 像是Maru Day 現在剛好經過 我發現Volment的實體門師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香水真的是CP值很高 他現場還有潤水很高 那我今天是用他們家香水 但是他們現場應該有一些新的系列 然後他們這邊也設計得很封 最後要拿一個味道 這個 微風明花之類的一個味道 我覺得蠻溫暖的 然後 有點偏木質調吧 這味道蠻舒服的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是很木質調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喝 Volment讚 這個牌子我覺得 我之前有推薦過這個牌子蠻不錯的 來到韓國怎麼能不朝聖韓國本土 潮牌nerdy呢 他們的服裝大多配合大膽 又極具街頭感 韓系鬆質感 妥妥拿吻 深受韓國本地人的喜愛 沒所謂 就是大腿繞舞的部分 然後它是跟寧峰一起烤 就是它現在把寧峰站在上面 更有一個美容的香氣 看起來超好吃的 因為它這臉皮一時靠著 焦香焦香的感覺 我其實很喜歡它這個LOGO 還有就是他們叫這個 C的LOGO 套衫 它是做這種有點人質的紋路 然後這邊有一個C的LOGO 它的帽子是這種超大然後超美的 然後後面有畫面在這個LOGO 然後有大區的感覺 所以它有兩個內帶 然後當然是它的手臂 這邊有做兩個就是這樣子的彩線 就有點手臂很像 我覺得 欸 滿多細節的 看起來是不是超誘人的呢 它就是每一塊上面都裹滿了滿滿的起司粉 然後它這樣一盒呢 我滿喜歡五股的 是兩萬三千韓幣 看起來應該有10塊嗎 10塊左右的炸起 就份量還滿多的 去買了一個 它應該是綠豆煎餅 然後就有分有加肉跟沒加肉 然後我們應該是選沒有加肉 可是其實它還是吃得到一點肉末 所以你可以想要到薯餅 然後中間加很多肉末 然後加一些蔬菜 味道是OK的 然後偏鹹一點點 建議大家如果要買這個的話 自己在外面先買好茶再帶進來 推薦 來到廣東市場出了吃美食令的必做行程 就是買棉被啦 這裡有超多賣棉被的店家 小提醒可以多問幾家 比較一下材質跟價格 在家要喜歡的入手 我們現在來到一些專門賣植物的專賣店 真的非常的有質感 它的盆栽造格非常好 而且它選用的就是那個盆栽質感都超好的 就是都是這種水洗石啊 然後或者是像這樣子 就是這種很可愛的酪梨造型 然後這間叫汽油這個 我身上有何的理由 這叫做參加 五櫃的船嘛 不得不出就是 滲水洞的蠻時髦的 而且它設置的衣服 真的韓國人在裡面穿 它是菜市店多少錢 這間就要100萬韓國 應該放回去 這一個蠻好看的 這一個的變小的設計我也很喜歡 接下來韓國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逛街 去一下小屋 因為大家不知道 我影片還沒有拍 但是呢 因為我今年稍早完成了搬家 所以我家呢現在就是需要一些DECO 我其實陸續在尋覓中 然後這一次來的時候就想說 那來逛看這間 是在Mills Malls 我們剛剛找了一下 它的移動商業大人的B1 它其實都有一些指引蠻貼心的 它也長太像工廠了吧 是在這嗎 對 很上去的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但不要懷疑 就這樣彎過來 就在那裡 就是它 所以我覺得它貼紙貼的蠻清楚的 Millow 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沙發看起來超chill的 感覺就超舒服的 感覺整個人可以陷進去的感覺 這個機面都很漂亮 超超chill的 超chi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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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是 超chi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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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然太多人少 然後它就是 它可以在這邊 就是它可以在這邊 放完了 家具呢 就是都非常的大件 都帶著手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你現在 在DECO裝潢的階段的人 我覺得就是 還是可以來逛逛 因為 可能可以給你帶來一些 新的想法跟idea 因為它的東西 其實不定期會更新 所以今天 可能剛好它現場的東西 就沒有適合我的 因為我看中的針啊 什麼的 都是比較大件的 我覺得它的畫非常多元 不管是開 咖啡廳 或者是經營民宿的那種 或是你家裝潢是比較 美食復古風 我覺得畫是可以帶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槍 下一個地方囉 Wanna See The Sunrise Wanna See The Sunset Wanna See The Sunset 我們現在呢 來逛的一個是 複合式集合店 叫EQL 然後呢 剛好看到這件短袖 它是Underground 就是很有很多細節 它這邊呢 有做一個 是有點金屬扣的 然後刺繡在這裡 然後呢 雖然是它下擺的地方呢 有做抽繩 雖然都是素題 但它這邊呢 再翻過來 它有做一個 Mug的刺繡 所以讓這件素題呢 有非常多的層次 很好看耶 EQL 作為一間複合式集合品牌店 店內集結了一中 設計師品牌的服飾、家具、文具等等 是一間絕對值得大家來逛的店 這也太可愛了吧 感覺文具控會瘋掉這一組 然後這椅子 一起成型的 異形狀的 超可愛耶 這間咖啡阿年目前有兩間分店 這次選在聖水洞 原本以為人會比較少 結果完全沒有 阿年的麵包種類很多 每個都抓人眼球 另外他們也犯售自己的鬥群周邊 這次點了招牌的雪山Pandora 麵包體口感加息 有點接近棒蛋糕 頂端灑上了滿滿的糖粉 卻意外的沒有很甜 但比較不是那麼對我的胃口 再來這款泡布是彩雙層設計 但也沒有到特別經典 剛剛經過了一間這個店 大家可以自己Google 然後它是一個專門賣大尺寸的服裝品牌 以大尺碼來說 我覺得算是很有變化跟很有潮流感 所以如果大家有大尺碼的需求的話 可以來這一間 西樓 今天想要體驗他們的叫做一個叫做Ding Mode 好像是可以做部位的剪指 因為台灣做剪指都超貴 但他們居然不用一萬都可以做到 但它就是按部位計費這樣 我想說再來體驗看看 那現在就是做暴躁動作 吃完好點之後 它就會把你帶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它就是一員間 幫你做一些師傅的動作 那這邊基本上因為價錢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它全部在自主室就自己買這樣 自己洗臉自己卸妝 然後卸完之後 我就會有人帶你到小房間 我今天體驗的是 他們的就是脂肪溶解的雷射 然後加小指針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肌膚補水的一個療程 在他們這邊來說算是一個很日常的保養 很期待 打完了 基本上就幫你補水之餘 順便幫你就是清掉臉上的一些粉刺 就是做完就是一點 就是剩一點就是一個光澤 水光感 然後你就覺得很保濕 因為韓國我很乾 然後它幫你做一個島額 所以它這樣不會來做舒緩跟道路 然後剛剛前面那個呢 其實它就有點像是 水飛縮 從毛孔清潔 現在呢 下來就是六樓的 打監製雷射 然後跟小指針 等一下就是要換衣服 換完多力量 我進來之後 它就一樣就是 讓你躺著 然後呢 就是幫你把褲子衣服拉一拉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試在位子 然後等醫師等一下進來喔 165кв 到來的衣服拉 來試一下男生彩妝 褲紅花620元 它只有兩個色號 一個是這種Live Bench 就是比較自然的色色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比較深色 好臭 牛肉味超好吃 超好吃 人拌給它拌著大腸去吃 我們吃完 這間烤腸便真的是價錢非常驚人 但東西也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只有點兩樣東西 我們點一個烤牛腸便 一份牛皺味 這樣就85000韓幣了 但它確實是跟 就是一般的我們在韓國看到的那種 街邊的烤肉店不太一樣 它是褲紅的蠻 算是很高級的那種燒烤店 東西好吃就好 就這樣吧 就是有預算的話我是覺得還不錯 牛皺味必點 牛皺味超像干貝的 我們現在呢來逛東大門的BBA市場 然後呢現在來逛這間叫做Mimi Line 然後它一樓呢幾乎全部都是賣女生的飾品 欸飾品真的是非常驚人的多 其實有很多像這樣子一整組的 這樣才5000韓幣耶超便宜 三樓整面都是偶像周邊 逛到泰灣直接叫Uber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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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s so bad 我最欲彥的是 現在呢來到家居樓層 我真的必須說韓國人的美感 現代型的美感真的是蠻好的 它的沙發桌子 然後茶几的設計都超好看 我看到這個燈子 這是不是可以買 兩間五左右吧 這麗燈也超美 最後我還是買了這個燈 然後我選的是白色的 全白的這一顆 它是可以接Type-C的 然後我剛好問店員 他就說 這個呢就是你只要充斥電 如果你用最大的亮度 你可以持續四個小時 那如果你是用低亮度 我可以持續大概六個小時 所以我最後還是買了這一顆 那這顆的價錢大概是2600左右 現在擺貨的退稅 是可以直接到六樓辦公室 就是它可以直接在櫃台退 外國人的話 直接持庫照到旁邊的自助機台 先把退稅單打印出來 然後Lake就是號碼牌 然後等待退稅之後 我們就可以等一下在櫃台那邊的清 他們的人員直接幫我們現場的時候退稅 來看 草莓卡士拉醬完全不膩 很新鮮耶 然後草莓超香 雖然它的外皮沒有很油 然後很酥脆 帶一點焦糖炒的脆脆的感覺 這頂顏色很可愛 這就是蠻可愛的 它是明色然後配藍色的樓框 大家看一下多少錢 9萬元 這是那種牛賽補充的 然後比較硬性的材質 正面是素面的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刺繡是品牌LOGO 重點應該是在後面這邊有一個大面的刺繡 手感滿滿的 這一件的話 22碗球 然後這個應該是他們的城市限定貿易 大家有看到的這件衣服 Lendon Underground 就是在現代百貨這邊也有 然後就直接試穿 因為現代百貨還有食者的優惠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鏡子有點髒 然後我昨天看到的細節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這樣的一個LOGO 然後呢下面這邊是做綁帶 應該是比較美式的環境 它會做的比較oversize 手臂的這邊其實也是做到上臂這邊的 整體滿好看 就是有一種街頭的感覺 一球 一球超大球 我們選的叫做跳舞焦糖 很濃稠 就是咬起來有一點 好像貼定巧克力的那種 半熔的這種還是有點硬度的冰淇淋 我覺得很好吃耶 甜度就是中等可接受 焦糖的香味沒有很濃 我覺得香草的味道比較重 但是整體是好吃的 那很貼心 它還附了一個這個東西 它很滴下來的話它可以幫你接著 很讚喔 這次有第三瓶香水 然後我這邊買了一罐 就是可以噴身體又可以噴汁物的香水 結果我們默默就變成韓國香水級 因為我們買了超多香粉類 我不是說韓國的本土品牌香粉品牌 調的香水非常的高級又好喝 我平常不太買香水的人 也默默買了三罐 好帖 英文的晚餐 攤飯的韓式拉炒年糕 魚拌湯 然後還有這個熱狗 這個熱狗它是現場點完 它微波然後再加獎了 所以這應該不脆 來試試看吧 它不是鹹的 它是鹹的 它奶油是很均勻的 抹在裡面那個 可是它外皮很酥 很酥欸 很酥然後薄薄的 然後攪進去裡面超爽的 我們來當買的另外一種草莓新冬 它上面是鹹奶油欸 它下面是脆脆的那種 加一點焦香苦味的那種 厚一些的 然後它裡面的還有再放一層 很像是 也是鹹奶油 所以它軟 脆 軟 就三個口感的一次我覺得很讚 這很好吃欸 那我覺得它們現在應該就是主打 就是鹹麵包類型的 它的東西都是以鹹製作調味 但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的濃湯 超級濃 它就是我目前的生吃過 就是最好吃的 是鹹麵包類型的 蔥花的麵包 然後這個應該是 我第一次聽到說味道 這個的果然很超乖 但結果 我那時候吃完超級驚訝 所以它是奶油 混 蔥花 因為我已經吃過 所以你自己看 其實跟想像中的味道不太一樣 它們的原味 Vagel 跟鹹Vagel 也很受歡迎 它們的原味 然後呢 基本上一點原味 或腥味的話 可以搭配醬料 那這個醬料是自己另外買的 那我很會這個 紅糖 黑燈 也是非常經典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醬料 放在原味上面 然後 那我那時候 第一次有時候我還問說 這才打包回台灣嗎 那一包喔 台灣呢 一定要給 好 最近千辛萬苦 終於找到樂天超市 清涼米店 最後的晚餐來吃這間 1978年營業直經的東大門名店 陳玉華一隻雞 你們看 真的是一整隻雞 放進這香濃高香中煮 店員會協助處理雞的部分 我們就放心等吃就好啦 這在韓國語已經 在這裡畫下句號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吃